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共十九大正式的揭开序幕 为期七天的会议当中将会对中国共产党未来发展所面对的形势与挑战 在思想理论制度与政策上需要做出的准备 以及相应的人事调整和部署进行讨论与决定 没错 其实观察十九大有很多的角度和方向 但是当中最受关注的还是经济发展这样的一个角度 这也是我们今天观察的范围 石先生您怎么看十九大之后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 好的 我想作为第一步首先我们要确定一个 我们大概观察时间大概有多长的一个概念 时间的长度不就是一个五年的概念吗 没错 就一般的所谓中国大陆的中国共产党的 所谓每一次大会 基本上还干的时间确实是五年的概念 但是有的时候也不一定 你比方说像这次十九大 我认为因为它的影响力 可能影响时间会比较更久一点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想大家都注意到昨天西基敏总书记在昨天的这个报告里面提到下面几句话 他认为呢 这个综合的分析国际跟国内的形势 中国发展的条件 从2020年开始到2050年就本世纪中叶 中国的发展基本上可以分两阶段来安排 第一个阶段就是2020到2035 意思就是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 在奋斗15年到2035年就可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然后从2035年开始 再奋斗15年就可以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 把中国发展成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强国 那个强国的标准就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跟美丽 哇 怎么能理解这种30年的概念 这个基本上就要从思想理论跟角度这个来谈 这个思想理论制度呢 基本上因为它不经常变 那么通常它五年不会就变了 通常十年二十年 所以理论上来讲 如果有了一个新的思想 一个新的理论跟新的制度以后 它的影响层面基本上就比较长期 比方十年二十年或甚至三十年 您这么一说 马上就想到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是 毛泽东跟邓小平呢 他执政时间长短不一 但是我们说他的影响面 基本上跟他的执政时间不完全一样的 比方说我们前面谈了毛泽东时代 或邓小平时代 这毛泽东时代呢 基本上对应的就是一个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时代 对应的就是邓小平的理论 就毛泽东思想对应的是毛泽东时代 邓小平理论对应的是邓小平时代 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的执政时期 毛泽东时代基本上除了毛泽东本身执政 也可以包括华国锋 理论上很简单 因为那一段时间差不多30年 思想理论体制并没有太大变化 那么同样邓小平所谓他时代 基本上除了包括邓小平之外 还包括他后两任的江泽民跟胡锦涛 也因为这三位领导人基本上他思想理论体制 并没有太大的改变的意思 您看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时代 然后是邓小平理论邓小平时代 那接下来呢是不是要到习近平思想和习近平时代了 完全有这种可能 因为我们从过去五年习近平执政的第一个五年开始 他不断的针对治国理政 在提出了很多的新的思想 新的战略或者新的思维 新的理念 那么慢慢的逐渐形成一个比较完整体系 比方他昨天就正式提出 中国现在正式进入了新时代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 所以我相信这个思想已经慢慢在形成之中了 我们完全有理由去期待 在未来更长一段时间里面 基本上就是一个属于由这个思想理论 所影响所主导的一个所谓的习近平时代 那么现在才刚开始 你看观察中国经济发展 把习近平思想和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相提并论 把这个习近平时代和毛泽东时代 邓小平时代相提并论 这个方法非常的有意思 能不能就是把这三个时代 做一个非常深入的比较观察和分析呢 我觉得你讲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 值得我们大家共同去思考 那么作为这个分析的第一步呢 我首先我认为啊 从经济角度来看的话 不如先把毛泽东时代 跟邓小平时代做一个比较 那咱们现在说说毛泽东时代的经济状况吧 行 要观察一个时代的一个经济表现呢 基本上呢我们可以看到 大体上可以从七个角度来看 从一经济增长 二物价三分配四人口 五民生问题六环境生态七开放程度 你比方说在经济增长方面你可以回想到 那个时代差不多30年经济增长表现是一般般的 大多数情况不是太理想的 那么物价方面相当稳定的 OK 分配方面是相当平均的 所以大家都比较穷一点 人口方面呢是不受到任何的限制的 那么当时人多好办事的思想嘛 至于民生问题 我们讲老百姓的八大需求 衣食住行娱乐义安 大多数应该说没有获得一个基本的满足 那么环境生态呢 当时也没有这种意识嘛 有的时候常常就破坏了生态 那么至于开放的程度呢 基本上也是比较保守跟封闭的 这个没有跟世界有太多的一个交流 谁是观察的其实都是事实 那个时候的经济表现确实不尽如人意 在印象当中 在某个阶段里有一些时间 包括有一些地区 好像老百姓最低的生活标准 那都满足不了 一点没错 你可以看到到1978年 邓小平为什么决定要换一条路走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呢 确实有相当不少老百姓 连最基本的民生需求 比方说吃饱饭的问题 都解决不了了 那我们应该如何理解 毛泽东时代的这样情况呢 好 这个我们今天做了一个功课 刚才讲要比较这三个时代 对吧 三个时代的经济社会的表现 那么我觉得最重要一件事情 就要从理论角度切入 先要有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 在我们比较的时候呢 比较更清晰了 这个理论框架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好的 请各位拿出第二个图表出来 这个第二图表呢 就基本上是用来解读用了 解读刚才的一张图表 用各方面的经济社会的表现 这个解读呢 分两个角度 第一个角度从体制角度 第二个角度从政策角度 那么从体制角度来看呢 基本上分成四个方面 第一就是市场跟政府的关系 第二就是国有企业跟民营企业的关系 第三就是政商之间的关系 第四就是经济发展价值的选择 意思是什么呢 经济发展的基本上 有好几个不同的目标跟价值 最主要的是增长 分配 物价稳定 还有一个可失税 你最看重的是两个 通常你四个没办法同时发展 你要排个顺序 那最后一个就开放化的程度 跟全球化的程度 我们先不看体制啊 先从政策的 我们先不看政策吧 你要先看体制 先从体制这个角度来看一看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 到七八年改革开放之前 这段时期 中国经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对毛泽东时代 就像你刚刚讲的 基本上从1949年到1978年 那么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市场是没有任何空间的 基本上就政府的 百分之百的计划经济 是吧 那么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所有的企业 基本上没有什么民营企业 都是国有企业 所以你可以理解到 在那个时候呢 资源是没有办法进行 所谓的优化配置的 所以基本上缺乏效率 缺乏生产力 同时又有这个 这个产权的体制的问题呢 积极性动力也不太高的 所以你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经济增长了 或者是生产力都相对比较偏低的 但是呢 在另外一方面你可以看到 物价是稳定的 因为政府在控制物价 但是我要补充一点 物价虽然稳定 但是你不能够在市场上 物价上买到你必须要买的东西 那时候要靠很多票 这个所谓的粮票 油票之类 那么分配方面是绝对平均 这点毫无疑问 至于政商关系呢 因为那时候国有企业 哪有什么民间的商人 没有的 所以国有企业的老板 基本上也都是官员跟党员 所以没有像现在这么复杂的 这个政商关系 那么至于经济发展 价值的选择 毫无疑问 当时在四个目标里面 首重的就是分配 分配是最重要的 绝对平均 物价也是稳定 非常重要的 也追求增长 但是追求增长 因为刚才那个体制不能够配合 所以它增长的动力不足 然后甚至于为了追求增长 还要牺牲环境生产 维护造田啊 罚林这些 也都是当时的一个现象 最后呢 全球化的程度相对来讲 基本上是非常偏低的 也跟说是一个封闭的经济 你这样一分析 这个毛泽东时代 关于经济体制和经济表现 这些关系已经非常清楚了 刚说除了体制之外 还有政策怎么解决 那么政策呢 再请各位看 刚才那个图表的下方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政策基本上分成两部分 一个叫宏观 一个叫围观 宏观政策分成两部分 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 大家很熟悉了 围观就是各种公共政策 那毛泽东时代的货币政策 和财政政策 又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我们知道这两个政策概念 都是市场经济的概念 所以那个时候 计划经济中严格的说是 既没有货币政策 也没有财政政策的 那么政府的收入从哪里来 政府收入不从税收 是从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 所以那个时候情况非常特殊 那围观政策方面呢 围观政策方面呢 坦白讲也没有 因为所谓政策 都是市场经济概念 所以那个时候 都是计划性的政策 比方向人口 人口就基本上鼓励多深 那么这个住房政策 也没有什么政策可言 就没有什么住宅产业 那么环境生态政策 基本上没有那个持续发展的概念 就有的时候就破坏了 目前来讲情况是这样 您这样一分析 确实是一个30年时间范围内的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已经可以从理论上来 找到一些依据和线索了 但是咱们刚刚用的这套分析的方法 是不是也可以用来分析 接下来的邓小平时代呢 当然 完全可以 好 史先生 不如按照刚才的方式 能不能先把邓小平时代 30年经济发展的一些表现 做一个梳理 然后再从理论和政策角度 做一个解读 好的 那么还是一样 请各位拿出刚才我们这张图表 我们要分析或者观察 经济社会发展表现 基本上是7个角度 第一角经济增长 你回想一下邓小平那个时代 从1979年开始 大致上到胡锦涛 到江东胡锦涛 2012年 30多年那个结果 那段时间经济增长非常快 是吧 生产力非常高 至于物价呢 因为进入到市场经济 难免就有波动吧 有的时候还会出现 比较大的通货膨胀 92年那段时间就是如此 那分配的情况呢 也因为主要是市场经济了 那么同时这个分配 贫富差距的开始扩大了 人口政策 当时因为一开始吃不好饭 所以强调人口要一态化 所以就出现了一个 非常特殊的一态化人口政策 民生问题 刚才讲的前面八个问题 都没办法解决了 现在十一解决了 吃饱饭问题解决 穿揽的问题解决了 但是后面住行 意乐意安 基本上还是没有完全充分的解决 环境生态呢 当时还是没有充分的意思 先污染后治理 当时有这么一概念 所以找什么呢 至于开放程度是很明显的 邓小平很知道 这个必须要跟国际接轨 所以加入WTO的等等 那为什么邓小平时代会出现 这样的经济社会特征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呢 能用您刚刚的那套理论架构来分析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呢 坦白讲就因为 之前三十年 刚才讲过那条路 基本上实在是已经走不下去了 所以邓小平 他是觉得应该有着新的思想 新的理论跟新的体制 来流转过去三十年 曾经走过那条不一定正确的方向 所以邓小平说要换一条路走 其实不知道怎么走 要摸着石头过河 当时不是太清楚具体要怎么走 但是大方向还是有的 怎么说是大方向还是有的呢 因为他很清楚的过去三个大方向 这100%的计划经济 100%的公有体制 跟100%的闭关守国 基本上是恐怕有问题的 所以他就希望能够把这三个方向 做一个根本调整 但是他又说的比较含蓄 他说改开放 他并没有说这件事 因为事项还没解放 这改开放的改革两个字 其实就是代表了计划 往市场公有 往混合所有制 开放就从闭关守国到开放 所以基本上他尝试 往这边摸的时候 那么同时还照几个特区 来做一些实验 这样说得非常清楚了 又可以套到您刚刚所说的 这个体制和政策 两大概念去解读了 对 那么我们现在要怎么解读呢 再把刚才各位 第二个图表再拿出来 就是我们看到 解读从两个角度 一个体制 一个政策 体制方面从五个角度 市场跟政府 现在有市场了 政府的角色 一部分交给市场了 所以你看到资源开始 优化配置了 也开始出现效率了 生产力提高了 民营企业开始出现角色了 所以也必须有创新了 是吧 然后接下来政商关系呢 就变得比较复杂了 因为出现这个 没有规范的一个政商关系出来了 腐败问题出来了 经济发展价值的选择 当时我记得 邓小平讲过三句话 很有名的 发展才是硬道理 是吧 稳定压力了一切 先让一步富起来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发展毫无第一的 分配摆到后面的 所以在这样一情况里 就出现这个结果 至于全家化程度 毫无疑问 邓小平是认为 应该跟全球接轨的 后来加入WTO 您刚说邓小平讲过 三句话非常的重要 而且大家也是印象深刻的 那这三句话 能不能请您再分析一下 这三句话 我们再重复一次 分别就邓小平理论三个核心 政治理论 经济理论 社会理论 发展才是一道理 是经济 稳定压力 而且是政治 先让一步富起来 是社会 也正因为 朝日是三个不同价值选择 所以最后得到的结果 也一如预期 经济资争快了 所得分配 所得提高了 生活获得改善了 但所得分配开始出现恶化了 环境生态开始出现恶化了 政商关系开始出现比较复杂 甚至于腐败了 这样说来的话 也就是第三个时代 习近平时代 所面临的形式和挑战 没错 所以对习近平来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问题 基本上就是价格阶段 摸着社会过河 必须要举注意的问题了 那在进入到习近平时代之前 能不能现在从体制和政策方面 做一个解释 体制方面我们解释过了 现在就是政策方面了 政策方面基本上分成两部分 一个是宏观的 一个是围观的 那么现在宏观方面的 这个政策运行为如何 宏观就是货币政政策 刚刚讲了 市场经济才是这玩意儿 所以那个时候开始有了 93年 因为邓小平那个时候 这个决定要进行 有关体制的改革 所以才开始出现宏观调控 朱镕基那时候讲的 但是我必须说 因为中国缺乏经验 摸着石头过河 所以几十年过来 我们可以发现到 这方面的表现了 人质无见 保贬无见 所以还是一条 必须要继续完成的功课 那微观政策方面呢 微观政策方面 主要是上经济以后 开始出现了一些进步 食品跟衣服的 穿暖问题 基本上会解决 但后面几个民事问题 住行娱乐一安 都没有获得根本解决 基本上跟微观政策 没有能够掌握的 非常有效有关系 所以这部分也是一个 希望继续去完成的功课 也是下一个时代 习近平时代 重要的一个挑战 没错 我们看到过去走过这70年 走过了两个时代 那中国经济的表现 在全球范围内 都是让人刮目相看的 一方面我们是成绩傲人 但是另一方面的问题 和麻烦也是不少的 那么接下来 中国的改革道路 要如何的走下去 中午十九大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召开 又会发生什么关 发挥什么关键的作用呢 视频大财经 广告之后见 MING PAO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在发展进行中的习近平时代 习近平思想了 没错 石先生 过去五年是习近平时代的第一个五年 这五年当中您对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情况有什么样的观察 行 那么首先我们还是拿那个图表 第一张图表出来就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表现 从几个指标来看看 第一个就是经济增长 你回想一下过去五年经济增长是不是略微下降了 就中高增长 对不对 所以中高增长有两个背景 一个是全球都在L型经济 就是实际金融海峡之后还没有完全恢复 第二个中国在去产能去库存跟去杠杆 就是能修正在前一期很多政策上所产生的后遗症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维持一个中高增长是合理的 而且是非常不错的 接下来物价基本上还算稳定 既没有严重的冲缩也没有严重的通胀 分配方面呢 必须这么说 市场那块的分配的差距呢 基本上还是很明显的 贫富差距 但是政府已经注意到中国还有数以千万计的贫困人口 所以这五年里面扶贫做得很大 这在世界上都非常罕见的 这方面有助于解决或者改善分配问题 人口方面已经注意到过去30年一态化政策 可能对中国长期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所以开始出现人口政策调整方宽了 二态化 民生问题 十跟一当然还是没有问题 后面刚才讲六个问题 六个问题中基本上还存在 但是比较大的改善是行的问题 尤其是都市里面的轨道交通 跟城际之间的轨道交通 那发展非常快 世界第一的 环境生态呢 开始注意到了 也采取动作的 比方像习近平昨天在报告里面特别提到的 美丽中国 环境生态文明等等 至于开放的程度呢 毫无疑问还继续走开放的一条路 除了这七条之外 我觉得还补充 在过去五年里面还有几条 第一 反腐 第二 全民生化改革 第三 习近平向全世界提出中国版的全球化 这些都是在五年里面必须看到的 您刚说的这些特征 能不能对应我们之前提到的 那个理论架构来进行一些分析呢 行啊 这就要看到第二个图表了 第二个图表里面理论架构 第一部分是体制 第二部分政策 对不对 体制里面第一个就是 谈市场跟政府的关系 首先我们注意到摸着石头过河 我觉得在十八大里面 已经摸着又往前跨了一步 怎么说呢 因为三中还是四中全 我讲了一句话 非常重要 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同时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 这已经开始更多的重视市场的角色了 这的确是重要的一步 但是不少人发现说 好像虽然在理论和思想上跨出了这样一步 但是在具体运作当中好像并不太明显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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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这怎么理解呢 那我觉得以我的观察了解的 基本上还是对于市场经济 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这个理论的精髓 可能还没有完全掌握的透彻 有些关系 我觉得这就是习近平思想 或者未来这个习时代里面 中国面临到一个新的挑战和功课 那这当中你认为最重要最关键的是什么 好吧 我们第一步来 我们一步来 首先第一步 今天中国人或者专家学者跟不要谈了 应该都已经认识到市场经济 非常重要 在效率上是无可取代的 对不对 这很重要吧 1978年之前跟1978年之后 这个比较大家看得很清楚了 对不对 市场是在效率上是无可取代的 对吧 说到这里 达越岔说的市场是只有充分的发展 只有良好的发展 才能够使资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 那么除了市场之外 其余的体制和政策方面不能做到吗 完全没有办法 是无可取代的 这一条其实我们学过经济学 在西方经济学 我们都已经学得很透彻了 经济论论 一七七论两当事密的国富论 把这个讲得非常清楚了 那么只有市场 没有别的体制 能够在资源配上起到最低限作用 但是很可惜 还是很多人不太同意 所以说很多人就是选择另外的一条路 对 在上个世纪里面有很多人就选择另外一条 就是计划经济跟公有体制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个世纪人内进行的是 巨大的实验 这个实验就一般的国家走市场经济的两路 一般国家走公民体制跟这个计划 百分之百计划经济 但这个实验的结果呢 从17年开始到1978年中国跟1991年的苏联 告一个段落 证明最后的结果出来了 所以这个您说的这个结果就是 百分百的计划经济和百分百的公有体制呢 是缺乏效率的 那所以以中国带头 那很多国家就纷纷的走向了这市场经济 对 虽然大家已经付出很昂贵代表 但是方向还是正确的 但当大家把方向确定了正确的以后 却又面临了一个新的挑战 什么挑战 新的困扰 所谓新的困扰 这个新的困扰就是说 哎呀 当大家就发现到市场更重要的时候 政府应该把一部分角色转给市场的时候 这个中间的这个度 不知道该怎么拿捏 什么叫度呢 这个度是什么 你看百分之百的政府 现在要把一部分交给市场 对不对 到底交百分之几嘛 对不对 第二是什么可以交 什么不可以交 对不对 第三还有一部分还是政府 自己说政府该怎么做 所以这些都涉及到一个分寸跟度的问题 关于这个 我记得三中或四中全会曾经提到一句话 就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起到就是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要更好的发挥政府的角色 不是吗 对 决定性三个是很重要 更好的三个是很重要 可是你能拿捏这个分寸吗 嗯 决定到什么地步 更好到什么地步 这还是一个分寸的问题 那这个分寸该怎么拿捏 有什么理论依据吗 有的 那么其实在市场经济中 我们在这方面 经济学已经非常成熟了 在这方面 中国应该把它好好一门课 来好好上一上 那该如何去了解和学习呢 好 分几步走 首先第一步 对于市场经济 能够充分发挥效率 这条 我相信包括你们两位在内 所有的大多数人 基本上都同意了 对不对 好 但是我要指出的第二条 第二条 就是市场经济能够在资源配置中 起到一个 能够发挥最大作用 这样的一个成果 它不是从天上来的 它不是自动能够满足的 就是它必须满足一条件以后 它才能 市场才告诉你 我给你充分的效率 充分的最好的一个效率 您说的这些条件指的是哪些 在经济学里面讲很明白 起码要满足四个条件 第一 这个市场要充分竞争 就不能够独占跟垄断 第二 市场中价格必须要供需来决定 政府不能随便干预 第三 在市场中资源充分流动 不能够有所阻碍 第四 基本上 这一条有效率的体制 必须建立 不能建立在百分之百的公有体制上 大约这四个条件要满足 它才提供效率 那其实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 基本方向还是符合您刚刚说的 特别是前三条 基本上都往这边走了 那么第四条呢 在思想方面慢慢以后调整 现在混合所有事 希望能够走得更快一点 那在这样的了解之下 政府的角色能够怎么样呢 好 那政府角色就分成两块了 第一块就是你市场需要满足 那一部分我必须要帮你满足 对不对 要让你充分竞争 我不干预价格 要让资源充分流动等等 对不对 第二块我们要了解 市场虽然能够告诉你 我能够满足最高的效率 但是我必须 也要告诉你 我有缺点 我有缺陷的 这我的缺陷不能让我自己来调整 要让你政府来帮助我调整 就是政府的第二部分的角色了 这听起来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相信还有更多的具体内容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见 欢迎回来 实际上咱们刚谈到了市场存在的重大缺陷和不足 这点非常重要 首先要认识到市场虽然能够创造最好的效率 但它显然有一些缺陷 最主要的缺陷有三条 第一 它会造成贫富差距 但它自己解决不了贫富差距的问题 要靠政府 第二呢 它不太能够处理 在经济学里面所谓的外部性问题 也就个人都能追求私利 但追求私利同时会造成公共利益的伤害 这个外部性的问题 通常需要政府的公共认识来解决 第三 资源的配置 市场它只能照顾到短期 它不会看长期的 像土地 森林资源 生态资源 这也需要靠政府来帮忙 也许有的时候人的 还有的时候还加第四块 就市场波动 政府应该也要去调控 通常就是四个 最有一部分我们先不说 那前三个应该主要说的是 政府的职能活距 一点没错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做个归纳 政府究竟干什么 职能跟角色 基本上两大块 第一大块 想方设法的帮市场满足 它所有需要满足的条件 它才能创造最高的效率 第二它满足最高效率的时候 它的一些缺陷 包括刚刚讲的 贫富差距的问题 外部性的问题 那至于资源长期规划问题 这部分我政府 当仁不让 我来做 您刚提到的 其实当中一些问题的规划 已经是很清楚了 但是就是这个外部性问题 好像大家还不太明确 这一般人比较 因为这是一比较专门学术的概念 好 那我们就举个例子 刚才我一再强调 老百姓需求八种东西 十一住行 娱乐一安 而且一早 邓小平一开始改革开放 前两个就自动解决了 这个温跟宝的问题解决了 那么后面六个 坦白讲 坦白讲到现在为止解决了 还不是够完善嘛 对不对 这里面一直问题正解 在哪里搞清楚 对啊 有没有特别的原因 或者解释 好的 这里面就要我首先指出 十一的问题 是一个私有产品的问题 后面六项 住行 娱乐一安 基本上都是准公共产品 私有产品 你只要市场经济来自动解决 准公共产品 市场经济不能完全解决 所以呢 所以我们就必须分工啊 所以如果是属于私有产品的话 就交给市场 如果是属于公共产品 或者准公共产品 或者百分之百公共产品 这要由政府来复责了 那具体来说 这个政府该怎么做呢 好的 如果百分之百的公共产品 国防 治安 这个由政府来担刚了 可是一半是公共产品 一半是私有产品 就是准公共产品 就刚刚讲的住行 娱乐一安 那这部分政府 就要通过各种政策 特别是除了货币政策 跟财政之外 这个人口政策 住房政策 教育议政策 医疗政策 基本建设等等的 来好好的设计 来把它提供来满足 咱们刚刚提到 这么多领域的这个建设 其实确实是现在 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和不足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要怎么解决呢 这个大背景就是 刚才我们一再强调的 中国潮市场经济摸着石头过河 现在还没有完全过河 没有完全过河 就是两门功课 还没有真正的学好 这两门功课 一门功课 就是市场跟政府的角色分级 要如何去明确的掌握 第二部分就是政府 要发挥政府的职能的时候 它如何在公共政策上 适当的发挥 这一部分的功课 如果修好了 摸着石头过河 基本上就可以过河了 有没有具体的一些建议 或者想法 讲到这我就有一个具体建议 我觉得中国政府 现在适当时候来 思考一个国家级的 设立国家级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赏经济的公共政策研究院 好好地把这门功课学好 那如果真学好了以后 我就觉得 你看 这个毛泽东时代之后 邓小平时代 开始搞开放 应该说93年开始 搞改革 改革到现在为止 2017年了 进入到18大到19大 又是关键时刻了 如果再把这两门功课学好 那就是全面深化改革 真正能够做到位了 这就是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我们相当的期待 欢迎回来 时间是今天评说新语 咱们聊什么呢 中国与全球 怎么说 中国跟全球的关系 实际上从来就密切的 在中国历史上 不但是汉唐盛世 那是明朝 郑和夏西洋 那时候就路上石头之路 海上石头之路 中国实际上跟全球都密切相关的 但是呢 因为到了明朝 郑和夏西洋之后 中国明朝以后 清朝到民国 甚至到新中国建立 一直到49年到78年 第一段时间 就开始比较封闭了 这个时候中国开始走下坡了 这个很糟糕的事情 接下来呢 接下来你看邓小玉 就78年开始 就希望开始改开放 又开始跟全球开始接轨了 接轨的程度越来越密切了 然后我们注意到 18大19大之后 习近平不但跟全球接轨 接轨还是比较被动的概念 现在还主动的全球化的概念 中国提出自己的全球化的一个版本 具体的你可以看到 今年达国社论坛里面 习近平高举全球化的打起 不但高举全球化的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 昨天在演讲里面提到了 甚至还提出行动计划 包括一带一路 包括全球治理的各种方案 所以当中国不但是高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打起 同时还高举中国版的全球化的打起 未来将会走向左方 中国将重新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心 这也是习近平昨天所讲的 持平大圈希望你喜欢 习近平 前前 王峰 祝你一周快乐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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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下来为各位播出 居然之家 设计家 优优独播报 优独播 优独播 谢谢大家